大家好,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把一碗淀粉水倒进鬼烫的开水中,出锅瞬间就成了美食 这个做法你肯定没有吃过,更没有见过哟 简单美味,好吃又营养 首先大碗中加入半斤纯红薯淀粉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有颗粒状的红薯粉 这样的红薯粉比较纯正,无任何添加剂 千万不要选择粉状的 接着往里面加入两碗长浆水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把大的给它稀释开 一直把它搅拌至没有颗粒状就可以 搅拌均匀之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碱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这里我们加入食用碱,防止它变色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和淀粉的比例是5比1 这个就是秘诀 然后开大火把它烧开 等到我们锅里面的水烧至大开始 然后我们给它调成小火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淀粉符慢慢的给它倒进来 倒进来之后,用个铲子不停的给它搅拌一下 继续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熬 这个过程一定要用铲子不停的给它搅拌 这样可以防止它糊底 在熬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淀粉符倒进来之后 迅速变得凝固起来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偷懒熬 一定要用铲子就像这样,不停的给它搅拌 慢慢的把它熬熟 看一下,有刚刚的奶白色,现在变得有点透明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好呀 还要用铲子不停的给它搅拌 防止它粘锅糊底,而且也能使它熟得更快 最后我们一直把它熬着 过底冒着密集的大泡泡 用个铲子给它摇起来 晶莹剔透的,丝滑不断流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关火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接着把它倒在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玻璃容器里面 倒进来之后,用个手轻轻的给它振弄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到阴凉通控处,给它晾制定型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两颗香葱 改刀把它切成葱花 装入小碗中备用 青红辣椒搁一个,改刀切成圈 和葱花放入一起备用 再准备两个大蒜子 趁着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拍晕 再切成三末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最后再加入一把脱皮的白芝麻 倒入给它的热油,给它清一下香味 开始调味,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半勺食用盐 两勺鸡精 半勺味精 一勺白糖 适量的辣椒油 不喜欢吃辣的话也可以不放 然后用勺子充分把它拌匀 拌匀之后 上面再加入适量的香菜段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万能料汁就调好了 哇,闻着就特别的香 放一旁备用 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凉分也已经定型了 用手按压,特别的Q弹呀 非常的漂亮 这样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倒后脱模 哇,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啊 非常的颤 给它一分为三 接着我们取出其中一份来 都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的时候我们刀上给它沾点清水 这样它不沾刀背 凉分改好刀之后 再装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中 再加上我们调好的这个万能料汁 哇,真的是碎粘高大上呀 就这样一份非常好吃又有营养的凉分 就制作完成了 单上桌就可以给家里美美的享用了 哇,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呀 这样做的凉分 有没有缠到屏幕前的你呢 爽滑筋道又Q弹呀 尝尝一口 真的是香辣又开胃 咸香味又美 好吃的让你停不下来 既下酒又下饭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倒入开水锅中 瞬间就变成了美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